大家好,欢迎收看健康大一爆破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夏祥 今天我们来说说 男性衰老的标志有哪些 对于男性朋友来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过了45岁之后 身体也会发生一些异常的变化 身体各项器官功能大不如前 那么男人衰老时 都会发生哪些异常的表现呢 一肚子大 对于男性的朋友来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的新陈代谢率也会逐渐下降 这样体内大量毒素垃圾 无法及时排出 堆积在体内 而且脂肪无法进行消耗 也会堆积在瀑布 从而就会造成瀑布肥胖的情况 二肺活量小 随着个人年龄的增长 身体各项器官功能足现走向下坡路 肺部功能也会降低 这样就会影响到个人的肺活量 出现肺活量下降的情况 这是一定要特别注意 这可能是衰老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 口臭 口臭其实也是男性衰老的一个重要标志 因为男性上了年纪之后 肠胃功能也会大大下降 这样人们的消化吸收功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体内大量毒素垃圾 无法及时排出 就会堆积在体内 这样不仅会损伤肠胃的健康 也会导致出现顽固性口臭的问题 好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集中一个时间 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